铛枪巾国女性大奖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Sherlincia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一位好朋友 她是农业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今天就想到要访问她的时候 就想到我自己小的时候 我自己小的时候 我记得妈妈每个星期都叫我 要去帮她去到这个田里面 就去采辣椒 采这个加工 那我每次我都会觉得 是不能了 因为太晒了 太辛苦了 但是我很敬佩我这个朋友 她既然把她打造成她自己的事业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请来的是 Hongrong International的创办人Lydia 来Lydia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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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丁 今天很高兴来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正如达丁所说的 身为一个农夫确实是不简单 要承受着日晒乙龄以及那种疾病的清晰那些果素 但这一些东西我觉得在我的创业的道路上 并不是真正的困难 困难的东西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销售我们所用心栽种出来的那一些产品 所以当这一些产品在那一段我们的MCO期间 面对着代谢的问题的时候 确实是让我们真的被痛加深 就是说看着那些我们所种出来的那原产品都被销毁 还是代谢不出 那在这样子的激发之下 就引导了我怎么去突破我的枷锁 我脑里的枷锁 怎么去把这个果 为我们带来另外一个生机 所以我就选择了精明农夫的这一个派 太棒了 我们的Lidia一口嘴了 就不能够把她过去的一些经验都能够讲出来了 我想问一下 其实十多年前看起来那个时候 你也是冒昧如花三十多岁的时候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多行业 我们可以去选择去做财务 还是做销售 还是去做其他的行业 为什么你会选择做农夫呢 因为这个行业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那我觉得人家都认为女性不可能做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不尝试去挑战它呢 虽然那一段的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很欣赏 尤其是我们女性做农夫嘛 对不对 会收尽人家的白眼 人家的忍言忍语 再加上树木会有病痛的嘛 就是会让你的那个收成短切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在那一段时间也亏损了很多 那你如果这算起来应该有十多年吧 你做农业 这十多年里面你遇到最挑战 和让你最不可以忘记的东西是哪一次呢 是怎么样呢 对 其实我们面对着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的MCO 这十多年来了 因为我们说农场业品都会有那些顾客在购买的嘛 那这个疫情当中呢 确实是整个地方的经济停顿 大家的东西都不能够过周过线 我们就代谢了很多的火龙果 在我们的那一个地方 你的代谢的意思来讲是成熟了 果子成熟了 但是卖不出 对 不是卖不出 因为整个地方都被疫情给弄垮了 那怎么样去改善我们另外一个春天呢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 我就跟我的家人们 我们就寻找了另外一个管道 就想着办法 怎么把那些东西引来人流 把它给带走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餐饮业 以全餐为主 火龙果为主的一个餐食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全餐为火龙果的主食 是应该喝的 吃的都跟火龙果有关 对 对 对 没有错 因为那一个主题下去 我觉得我们第一 会为地方上带来经济效应 虽然我们的过程真的是很苦 但是我觉得苦之后 肯定会有春天的来临 所以我们也在疫情当中 也很大胆地建造了一个 全马最大的火龙果建筑物 用一粒火龙果来建造一个建筑 对 没有错 怎么有一个概念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 现在的人实际上都爱打卡 然后再加上地方上的流 如果没有一个地标的话 我们是很难引人流的 所以我也明白当中我们所面对的代谢问题 如果我们不以其他管道来解决的话 我们并不能继续涌液我们的那一个生意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讲 我们可以想象到300千吨的这个火龙果 如果去要把它种下来 一粒火龙果的成熟是要多久的时间 平均一粒火龙果的 是开花到结果是需要45天的时间 如果清手把就是从种到成熟要45天 但是成熟时间把它全部就是卖不出去 毁掉的话真的是看到是很心酸的 对 那个时候你是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真的是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堕落 但是我对我自己说 既然我们要干这个行业 我们一定要爱这个行业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 我们要怎么去寻求改变 让它能够搭上更好的列车 让它更能够辉煌腾达的猛进 我们可以从Lidia的身上就是看到 每一次的事情发生都是有新的一条路 去能够让它创新的一个思维 所以我是想问一下说 农业这个行业可能开始的时候 是由你跟你的丈夫两个人来开始 是因为热爱对吧 因为喜欢吃火龙果 对 太棒了 太有意思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讲 是你又怎样能够把这个火龙果 这个农妇的这个行业 我想问你的孩子 听到你要把它们传承给他们 他会马上接手 还是他很愿意还是不愿意接手的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的毅力问题 我觉得一个企业呢 只要你有毅力 能有持久性 你的孩子是一定会跟上的 就是因为妈妈的那个分坚持 妈妈的那一份对火龙果的那一份热情和爱 所以感染到孩子一起跟你去把这个事业做大 对不对 对 那我听说你的这个行业呢 从一个一粒火龙果变成了一个饮食业 到了现在呢 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 所有马来西亚人民都要打卡的一个地方 真的是太棒了 那我们讲呢 你自己本身呢 就是能够从这样子走过来呢 让你最坚持的一样事情 让你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都不会倒的 是什么原因呢 是你有什么秘密呢 还是你有哪一个老师 还是看过哪一本书 让你有这样子的心呢 其实我是觉得嘛 我们身为女性嘛 我们是自信 勇敢 做东西不让人家觉得我们半途而会的 所以我就会坚持的 我也是一个名句 就是我要干这一行嘛 我就要爱这一行 然而我还要坚持永续地经营下去 无论面对到多大的问题 多大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的人生考验 我们看到Lydia的身上呢 就是讲呢 当你选择了一个行业 当你选择了这个行业的时候 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 多大的问题 经济的风暴 还是有给人家的人缘人语都好呢 他绝对不会放弃 坚持到底 就是干一个行业 干一行 我们讲爱一行 我们讲干一行 爱一行就是我们Lydia的名言 所以在你的身上 我相信呢 就是很多的女性 只有一个我们讲呢 如果你要把事业做得成功 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铿锵女王呢 就是在她的身上看到坚持 还有呢 自强不息 这个就是Lydia 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请到一位 非常有代表性的自强不息 铿锵女王 来到我们的这一次的大奖 非常恭喜你 Lydia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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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